大家用完丰盛的午餐后 开始游览和睦村的事迹了 这个原本宁静的原始村庄 程导游刚才所说的 每天都有一两万人涌入来参观旅游 这个村庄怎么还能保留田径和原始呢 首先我发现这里触目所见的 近是琳琅满目的商铺与摊贩 四周都是挤满原炒的烧烤店肉串店 马路上也是熙熙攘攘的游客 将整个地方挤得随些不同 数不清的入食店 因此目光所及的 都是挂满了血淋淋的牛羊鲜肉 为烧烤的牛肉羊肉串 叫麦生此起彼虎 相当吵杂 这里已经宛如一个热闹的披肉时机 第一眼看到 这让我感到些许失望 这里是我心目中的和睦村吗 这里仿佛每个角落都在提醒你 这是一个为游客精心打造的商业化景区 不过即便如此 和睦村的独特魅力仍在不经意间展现 如美丽的河沐河 可偶尔在喧嚣中 捕捉到远处山湾间的云雾缭绕 美得恍若仙境 在喧嚣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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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